Hello 大家好 今天講一宗非常恐怖的兇殺案 發生在中國的山東夜市 這條影片我第一次看 幾天前在連登有一個Pose 按進去之後 沒想到有影片 這條影片我建議大家 現在網上都還找到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好奇去搜尋 如果真的想看的話 最好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這是一個恐怖的斬人案 他這個斬人不單是拿刀劈死 而是一個死法非常獨特 我自己覺得很罕有 直接就是一個兇手把這個受害者的頭 整個批了 當時我看到的時候覺得挺震撼的 如果你要看看這個心理準備 事件發生在山東夜市 8月28日 據聞你知道夜市有很多擺地攤 因為擺地攤沒有一個明確的位置的指定 沒有說這個地是誰 我想應該是來得快就可以震撼 這個兇手姓馬 受害者姓王 根據新聞報道 他就說 因為之前這個兇手都在擺地攤 跟這個姓王的男子的老婆 因為他們都是擺地攤 因為擺過幾晚 這個兇手跟這個受害者的老婆 就好像有些 聊了兩句 像相熟一樣 據聞這個兇手是一個算命先生 幫人看相 都是騙飯吃的 如是者 去到8月28日 行空當晚 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個老婆的老公 即是受害者姓王 他也來了 據聞就可能收到封 說有人調棄他老婆 於是就找了這個聖馬的算命先生 跟他在一起吵 大致上都是說 為什麼調棄他老婆 發生了爭執 然後這個算命佬就說 他又不知道他是你老婆 說了大輪之後 兩人都吵得很熱 吵得很慌 突然間 聖馬的算命先生 就在自己的背包裡 拿了一把大刀 有些人說這把刀是一把柴刀 其實我不懂得分開刀 看上去是一把很大的刀 應該不是斬菜的 應該是特殊用途 他用刀說 打算兇一兇那個 聖王的死者 即是受害者 誰知道這個聖王就完全不怕 他說 他說現在報警 你不要走 救薑就斬下來 他又一直報警 然後就不讓聖馬離開 他就說 兼且在言語上挑釁他 你救薑就斬我 據聞這個聖馬的兇手 當時想嚇嚇他 誰知道聽到這句說 你救薑就斬下來 他就一時受不了刺激 結果在影片中看到 他一刀雙手一刀 他就斬在頸上 這個動作斬下去的時候 受害人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不可以說呆了 是完全沒有動作 即是站在那邊被斬 為什麼呢 第一 他沒有想過兇手真的會斬 第二 就是那個動作可能太快了 他根本來不及有反應 你看第一刀斬 基本上差不多斬掉 然後兇手再補多一刀 基本上整個頭已經斬掉了 這條影片也挺恐怖的 我建議我這裡一定不放 因為Youtube正常不可能放到 我不想被人紅標 自己看網上搜尋之前 三絲就建議 除非你看看艾爾蓋達 斬人頭的那些 我沒有這個興趣 我不建議大家看 老婆可能當時也呆了 據聞當時她的老婆抱著兒子 還有當時的夜市 你看到的圖片是非常多人 當中不乏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裡 很多小朋友 最慘的是 老婆抱著兒子 是看著自己的爸爸被人批頭批死 於是這個時候死者的老婆也不認識 她只是大聲罵兇手 你在做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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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聞當時的兇手非常冷靜 他斬完人之後 現場就說兇手拿了電話出來打電話 然後就清理把刀 擦乾淨 然後把刀收回到背包裡 才施私 然離開 過程大約5分鐘左右 當時還沒有公安來到 當時的夜市是很多人 很多人都見證著這個斬頭 有些人就拿了手機出來拍 但當她真的斬了下去 那個受害者躺下的時候 看到很多人都呆了 沒有反應 有些反應快的就馬上拉著自己的女朋友 或者每個親人都立即離開 很危險的 兇手拿著刀 如果他這樣在人群上扔的話 我相信死傷無數 因為是不會有人去阻止他 因為沒有人會想做死的 一定是正常反應 我都建議大家離開 除非你對自己身手好有自信 想請英雄 如果不是我跟他講 這情況我一定是第一個掉頭走 不用想 除非當時我女兒在這裏 或者有些很重要的人在這裏 否則正常我一定會離開 因為其他人死 比自己死的好 這是我的態度 你不喜歡你的事 我建議是這樣 但是兇手似乎都... 尚算冷靜的 他斬死了受害者之後 沒有對其他人進一步加害 例如死者的老婆 雖然死者的老婆指著他人罵 我覺得兇手本身的精神有一點問題 最起碼控制能力是有點差 正常你被人擊兩擊 就這樣斬 最奇怪的 怎麼會有人隨身帶著刀出街呢 這是一個很有問題的行為 因為正常你這樣揹著刀 你被人搜刀也是犯法 因為藏有攻擊性武器 還要是這麼裸露的一把大刀 完全沒得解釋 怎麼會帶著這把刀出街呢 然後被人這樣擊兩擊就批人頭 他這個其實也蠻恐怖的 因為正常你打算是砍身而已 心想一下也不會 你怎麼可能想到會斬頭 這個可能兇手報稱是算命善殺 但他這個動作就像是斬樹 因為剛才說的是柴刀 柴刀其實是打直砍的 以我所知 他這個是斬樹的動作 而且他很準確 他第一刀已經是中頸 大概是斬掉的 因為其實不容易 如果你有做過類似的行為 你這樣第一刀砍下去 而且力度是很大 因為大家知道人的頸 頭、頸、骨 其實是非常堅硬的 你可以直接斬掉 其實力度是非常大 其實這個兇手是有心要取命的 因為你可以看到那刀是沒有半點猶疑 從力度和準成度 這件事很恐怖 據聞公安好像是拘捕了人 但中國公安出了一個調查中 兩名兇手 疑犯我們也不算叫兇手 疑犯36歲 聖馬和黃某某 都是36歲 他暫時正在調查中 但他已經致死了 那個受害者死了 基本上都不用救護 你這樣吃他頭掉了 你怎麼不死 機械人嗎 現在就好像被拘捕了 可能調查也不用調查 你這麼多目擊症 人家上有影片 這件事就 教大家跟瘋子那些 千萬不要說這句 救姜你就什麼什麼 他真的 你贏了 可能你賭贏了 但你命沒有了 你舉個簡單的例子 香港 不要太複雜 如果你對著流馬車的瘋子 不要嘗試去挑釁他 我覺得流馬車很有機會去做這些事 他犯的事越來越嚴重 尤其風化 然後去到女女女 然後去打人 他打人 基本上你見到他犯罪的行為 是逐步升級的 他打人打了兩次 我記得就不止兩次 首先是彈彈的台長 雖然這傢伙活該死 然後又是動漫節打100卡 這些都是活該死的 最新消息就是 他現在還押 他正在還押 就是流馬車在臭隔 據聞他跟臭隔的另一個 類似監... 我不知道怎樣形容 那些... 失誘 在監倉的失誘 又打 又上新聞 在還押期間 即是後審期間 再打人 再犯法 基本上可以見到 他的行為逐步升級 下一步不能再升 因為是殺人 所以遇到這些瘋狂 你最好避奇封鎊 其實我... 趕打我不怕 但問題是 他這樣一刀砍過來 怎麼辦呢 就算你可以... 假設你還擊到 你兇手入白 印搶入白刀 你砍死他也沒用 你砍死他就死了 但你又坐牢 其實怎樣打都會輸 贏的你就坐牢 輸的你就沒命 所以這些情況 你跟瘋狂爭拗是無意 拗贏了你也沒有人說你厲害 拗輸還更慘 你這條戲也不相信 所以只能夠避奇封鎊 建議大家 因為這些很看情況 遇到這些太多... 總之我建議大家 特別是這些 他都拿著一把刀 持有這樣的攻擊性 你還跟他說什麼 夠僵你就砍下來 真的...我不知為什麼 他們拿來的自信 就是這麼夠僵 結果他就用自己的生命 去印證了這件事 今天的影片就先趕著這麼多 我們下次見 拜拜